中央气象局表示 第10号台风狮子山强度已经在24号凌晨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 周五周六左右距离台湾相对较近 10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 但是影响的程度还需视台风相对于台湾的距离而定 第10号台风狮子山在今天清晨2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琉球的东方海面上 距离台湾大约还有1200公里 而预估未来几天它都会在琉球附近的海面徘徊 相对来说在周五周六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那以天气来讲 今天明天台湾各地都还是以多云道晴的天气为主 在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要留意仍然有午后雷震雨发展的几率 气象局表示台风43目前未在琉球东方海面 离台湾还有将近1200公里远 移动速度相当缓慢 预估未来几天会逐渐接近琉球群岛 不过气象局提醒 由于26号开始台风离台湾相对接近 台湾附近的海面会出现长浪 如果要前往海边的民众要多加注意 另外23号晚间8点在关岛附近海面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生成 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但短期内并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记者MAS 56台北市才有报道